国际著名电影导演李安因其敢于创新 获颁美国导演工会终身荣誉奖 颁奖词说 李安作为一名先锋电影制作人 感冒艺术风险 尝试各种类型的电影制作 对该行业贡献巨大 艺术至少是电影在我来讲创新 这没重要 每一次都是一个对变 你没有那个痛苦 没有退壳的话 你那个新的东西出不来 我觉得对不起观众 对不起一个就是自己 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觉得每一次都要痛苦 剥一层旧皮 让你的新的肉长出来 李安从上世纪90年代的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 到即将于明年推出的《双子杀手》 导演制作的主要电影作品 共14部 其中大多数都获得过各种国际奖项 而最突出的是 他导演的《卧虎藏龙》 2000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他的《断贝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于2006年2013年 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成为首位获该奖 并且是首位两次获该奖的亚裔电影导演 那保持那个赤子心其实相当难 我60多岁 工作差不多快30年 让我还有赤子心 还有新鲜的事情 那就是其实越来越难 感觉上对自己的折腾也是越来越大 在请他评价华语电影业的时候 这位为人千功 形势儒雅的电影导演 虽然肯定还是有很出色的电影 但坦诚 大家急着抢钱的风气很盛 不要忘了就是说票房不是唯一的事情 把心情的表达 抒情研制 表达感情 表达志向 有什么话要说内容 描述人性 这还是 其实说起来观众最喜欢看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要把握好 我希望还需要 我觉得跟美国电影来比的话 一般电影我觉得还有一些距离 不光是表达方面 就是整个的业界 你看他工会这种样子 业界更有专业 各行各业的 这种专业的程度 这个还是我们很多要学习的 八十年代中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系 从影近三十年的李安说 跟他获得的其他奖项相比 这份同业的肯定 更让他觉得温暖 美国之音方斌张珍 纽约报道 谢谢大家